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店面升级 无论是内部装修还是服装品类的增加 都给顾客带来了全新的购物体验 今天听说南风新开业 所以我特意大老远从家里跑过来 今天看了南风开业的新场馆之后 感觉令人耳目一新 可以说装修非常的上档次 设施非常的感到温馨 今天特意买了几个衣服 这话来说吧 这儿的价格非常称心 质量非常放心 服务网更是令人舒服 您现在收看的是 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是服装零售行业的前行者 今天是南风服饰大风店 升级开业的好日子 员工各个精神抖擞 做组做戏开业前的准备工作 八点半 商场大门准时敞开 门外等候多时的顾客们 纷纷涌进商场内 商场内一时毫不热闹 此次店面升级 无论是内部装修 还是服装品类的增加 都给顾客带来了全新的购物体验 今天听说南风新开业 所以我特意大老远从家里跑过来 今天看了南风开业的新场馆之后 感觉令人耳目于心 可以说装修非常上档次 设施非常感到温馨 今天特意买了几件衣服 这话来说吧 这儿的价格非常称心 质量非常放心 服务更是令人舒心 南风服饰是南风商贸有限公司旗下 实体基因场所 是一家以服装销售为主的 连锁零售企业 自1999年成立以来 就致力于打造专业零售商品牌 现门店已经遍及多个地区 总经营面积超过25000平方米 员工数千人 这些成绩的背后 是一个人20多年来 对服装零售行业的坚守 做不断革新的结果 他就是南风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小平 他从最初的服装面料经营开始起步 短短几年的发展 他就在服装商场开启了品牌服装 专卖厅 1999年 他开始涉足全品类服装卖厂 因为我们的产品是受制于品牌 因为我们做品牌代理 所以说品牌他们的开发能力弱 然后它的产品跟客户 或者跟市场不那么击贵的话 那我们销售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市场的谱作 去跟上游去采集到更多的产品 更多的品类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所以说后来我们就开始自己 从99年的时候开始就串理了南风服饰 南风服饰 然后是全品类的服装服饰 这个品类的销售 以顾客为中心 以市场为导向 南风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服装名售之路 为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 南风在全国范围内 搜寻优质生产厂家进行合作 从源头保障服装品质 所有的产品只要经到我们南风公司 发现这两个问题全部返回 绝对有一届产品留在上场 南风公司对我们的要求也很高 但是说我们做了那些高端品牌 几乎也做到南风公司的要求把标准了 但是南风公司一直是站为消费者的角度去想 它的要求就是说 灭料的成粉海量 包括色劳度 特别一个注意的细节 走进南风 店铺货品陈列有序 导购热情有礼 对顾客提出的疑问 都能给出专业的建议 这些专业服务的背后 是员工反复练习不断实践的结果 我们是新员工到港以后我们会有老员工带叫 那首先老员工带叫呢到我们店里以后会熟悉环境 那我们熟悉环境之后呢会进行灭料知识的一些培训 灭料知识培训以后呢熟悉了灭料知识 然后在我们进行一个呈列的一个搭配 然后如何让我们一键多搭 南风通过业务培训 致力于打造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队伍 周杰南风府是涉洋店五专员 平时工作主要是对商场会员维护 虽然加入南风府到一年时间 但一位会员处理了很多意义 深得南风会员的信赖 深刻的就是有一家人买了我们南风商城的蚊帐嘛 因为他家里没有人 宝宝的话小才几个月 所以没有人给他撑 然后他买过回家之后呢 中午我要下班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帮忙 然后我刚好下班了呢我也去帮忙 因为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是将服务做到极致嘛 一次购物一生朋友 南风在服务过程中争作有心人 努力发掘顾客最真实的需求 为顾客提供免费茶席服务 免费整趟服务 免费裁减雨伞租借等15项免费服务 400服务热线开通 30天无忧退换货 保价退差等特色服务 进一步完善售后服务 细心且专业的服务让南风赢得当地消费者的高度赞誉 服务永无止境 如何进一步给顾客营造舒心的购物环境 让南风的服务再上一个台阶 张小平开始更深入地思考 他通过到外地的学习考察 与业内同行的交流 2015年张小平开创景的提出 在南风设立免费水疤的勾想 我们可能跟客户之间原来就存在着买卖关系 那么随着这个随着这样的深入 我们我想创造一个第三场所 就是从了单位家庭 然后到南风 也是一个休闲的 娱乐 休闲购物的一个好的场所 经过缜密细致的筹划 2017年 南风服势的第一家免费水疤 在四红花园口店正式启动 根据不同的人到我们这边的话 像小孩的话 我们可以帮他提供冰淇淋 像富丁 像老人的话 我们可以帮他提供 就是像黄金草麦茶之类的激情品 其实这边我们也经常来 买买东西 挺多藏仪 然后坐一坐 特别有小孩 带着不方便 来这边喝喝东西 吃的东西 方便很多 从最初代理品牌服务销售 到商场设专柜专厅 再到自己创建全品类服装 一站式购物商场 从单一的服装购物商场 到现在购物休闲综合体 再到线上线下 全渠道运营模式 张小平引领南风 始终走在服装零售行业的最前沿 企业发展方向 随着社会需求不断改变 而为顾客提供好产品 好服务 是南风永恒不变的追求 那为每个家庭提供好产品 好服务 是我们南风的使命 所以我们会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会持之不移地 去坚守这样的使命 我们的目标是 成为服装行业的标杆 我们通过服务 通过好产品 一定成为这个行业的标杆 能够为千家万户带来幸福快乐